各位观众,普京就职了新一任的俄罗斯总统,任期六年 我们看看通过俄罗斯的江上荣频道 普京是坐了一个俄罗斯国产的高级的轿车,然后去就职的 莫斯科下着小雨儿 我给大伙找来了轿车的内饰 大伙看一看,怎么样,豪华吗? 这是轿车的内部的内饰 后排有俩大平板,中间扶手上 电子设施还可以,这都从中国进口的 看看这个方向盘 看着还行,但是这个车据说是2025年才能对外出售 这只是一个打造了几辆供俄罗斯的官员使用 普京呢,把他的小学老师请来了当这个就职的嘉宾 所以呢,这个对普京说是已经是替身了啊 辟谣吧,这小学老师怎么可能不认识自己的学生呢 古京还是蛮有人情味的啊 你看这个姿态啊,一看就是 多少年前的学生啊 首按圣经宣誓 他的意思呢,是这么说的 说,俄罗斯人民的利益和安全高于一切 俄罗斯的首要任务是拯救人民 保存古老的价值观和传统 我们不拒绝与西方国家对话 选择权在他们 对话包括有关安全和战略稳定的对话 只有在平等的条件下,尊重彼此利益的条件下才能进行 俄罗斯将继续与 合作伙伴共同构建 多极的世界秩序 我们将尽一切努力 确保那些已经证明对祖国忠诚的人 在政府中担任领导职务 普京就职之后 马上就召见了法国和英国的大使 法国大使,为什么召见法国大使呢 就是说,马克龙不是屡次宣称 要派外籍兵团到乌克兰去跟俄罗斯作战吗 法国大使当面说没有的事,那都是美国媒体胡说的 给我们栽赃的 马克龙和习近平会见了以后 也直接讲话中说 我们也从来没有想过跟俄罗斯作战 直接就否认了 然后召见了英国的大使 对英国就比较不客气了 是这么说的 今日俄罗斯报道 俄罗斯已经向英国发出了最后通牒 一旦乌克兰使用英国的武器 袭击俄罗斯的领土 俄方将对英国进行报复 据报道 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上周 在访问基辅期间向路透社表示 乌克兰有权使用英国提供的武器 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 而是否这样做取决于基辅 在卡梅伦发表上述言论以后 俄罗斯的外交部6号召见了英国 驻俄罗斯的大使凯西 俄罗斯外交部在召见后发表声明称 凯西被警告说 如果乌克兰使用英国提供的武器 针对俄罗斯的领土发动袭击 俄方的反应可能是针对乌克兰境内 或其他地区的任何英国的军事设施 和设备发动打击 报复性的打击 这个说是乌克兰境内 或其他地区的任何的军事设施和设备 好家伙 包括英国本土的呀 这是最后通牒 俄罗斯的外交部称 美国和西方国家 此前在向乌克兰提供远程武器时 曾对乌方使用这些武器 打击的目标范围提出了限制 而坎梅伦的最新表态事实上承认了他的国家是参与冲突的一方 俄方将坎梅伦的言论视为事态严重升级的证据 这也证实了伦敦正越来越多的参与到基辅的军事行动中 俄罗斯国防部举行了战略核武器的演习 以测试战术核武器的战备状态 是吧 所以这是几乎就等于向英国最后通牒了 我们再看看一个最新的消息 说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遭到了暗杀 我们看看乌克兰国家安全部两名官员 国家安全部的两名官员正准备刺杀泽连斯基 两名乌克兰的上校乌克兰国家安全部的官员 因为涉嫌准备刺杀泽连斯基而被逮捕 这些被捕者本应该对泽连斯基和一些乌克兰的高级官员 发动导弹袭击 哎呦我的天呐 发动导弹袭击那谁给的呀 这个玩意还真没法防啊对吧 好家伙弄一枚中程导弹直接就把泽连斯基给轰了 哎呦我的天呐 这还真没法防啊 最新的报道 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声明 美国在泽连斯基遭受刺杀的这个之后呢 加紧寻找替代泽连斯基担任乌克兰总统的人选 泽连斯基开始在乌克兰人的思想和心灵 这个争夺战中失败 5月20号之后他的合法性将完全丧失 因为什么呀 因为人家普京举行选举了 而泽连斯基连选举都没举行 是吧 5月20号他就不是合法的总统了 说美国正在与波罗申科 榴莲申科呀 还是克里琴科呀 什么埃尔玛克呀 扎卢日尼呀 就泽连斯基可能的更换事宜进行接触 这是要把泽连斯基给抛弃了吗 好吧 我们拭目以待吧 点个订阅 咱们下期再聊